河北省清河县挖出五大郎墓葬 当墓室被考古人员打开之后 专家韩磊称 我们冤枉了五大郎潘金莲夫妇600多年 就连施乃案的后人都出面道歉 贬保契金书 文章贬人家 数百年之后又出了一个姓氏的画家 去保奖人家 对吧 这不是我们家 我们世界和武家参加的故事吗 是不是 现在清河县见了五只词词 五只词里 赚公案 怎么赚呢 实性的签词 就是说 时代安签起来的账 又时代安的后人 最后 目中出土的一根小腿骨 直接颠覆了我们对武大郎的认知 那么历史上武大郎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加个关注 今天 小鸡为你揭秘武大郎墓葬之谜 1946年 由于武大郎的墓葬被盗墓贼破坏 武大郎的后人又重新为其修建了一座五只墓 这座墓葬的结果是十分罕见的圆形墓葬 棺果更是使用了上等的金丝楠墓打造 让专家们更为吃惊的是 武大郎的官果是悬挂在空中的 在考古界称之为铁链悬棺 能享有如此高规格墓葬形式的 没有一定的工具是不允许建造的 那更别说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了 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享有的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真实的武大郎到底是不是一个卖烧饼的平民百姓呢 当年他的后人为其重新修建墓葬的时候 在墓中意外挖出了武大郎的小腿骨 当时参与这次挖掘的后人 还特意测量了一下小腿骨的长度 足足有61厘米左右 由此也推断出武大郎的真实身高 可能在一米八左右 并不是施纳亚描写的《水浒传》中 那个还不到一米的侏儒 这个结果也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吃惊 在当时他们也曾对谷歌拍了照片 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遗失了 无论是从墓葬行之还是身高 这都与《水浒传》中 武大郎的描写大不相同 最后经过武大郎的后人描述 我们才得知 其实历史上的武大郎 根本就不是一个卖烧饼的老百姓 而是当时明朝的一位七品官 河北省清河县挖出武大郎墓葬 专家将官国打开以后发现 武大郎竟然是一个一米八多的壮汉 专家高呼 施奈安居然整整骗了我们六百多年 后来就连施奈安的后人都亲自前来道歉 那么历史上 真正的武大郎究竟是什么样 施奈安又是为什么这样抹黑武大郎呢 我们都知道 在《水浒传》中 武大郎娶了潘金莲 在真实历史上 两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为了解开谜底 专家找到了武家的后人 通过翻阅祖谱 上面确实记载了武大郎和潘金莲是夫妻关系 就在这时 真家被武家的悬挂世家谱吸引了 是从明朝一直传下来的 每到重要的节日 武家人都会拿出来拜一拜 他们坚信 祖先潘金莲绝对不是《水浒传》中描写的那样 与西门庆偷情 毒杀自己丈夫武大郎的人 恰恰相反 潘金莲是清河县黄金庄人士 家里在当时比较有钱 是一名大家闺秀 而武大郎当时则是在他们家打杂的长工 因为在潘家十分的能吃苦耐劳 哄弦的时候还会习文练武 由于武大郎做人诚恳 加上平时为潘家办事又十分灵活 这也让潘家老爷非常上市 潘金莲对武大郎也是十分的有好感 就这样 俩人就成了亲拜了堂 之后啊 保得美人归的武大郎也没有让众人失望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 首次进京赶考就中了进士 之后还被调到山东辽城出任县令 而在清河县的黄金庄 现如今居住着两千多名潘姓村民 与武大郎的家还不到一公里 自从武大郎跟潘金莲去世以后 武家人就和潘家人彻底闹掰了 几百年来互不同婚 潘金莲的后人也是坚信 他们的祖先潘金莲绝对不是一位当父 最后 潘家后代也拿出了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家谱 但是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在当时那个时期 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 女子是没有资格上族谱的 专家把潘家的祖谱翻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最后 专家又开始对武大郎的故乡进行调查走访 之后了解到 真实历史上的武大郎 既不是三寸丁 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卖烧饼的老百姓 而是一位身高在一米八多的帅小伙 并且还通过自己的努力 当上了辽城的县令 他的老婆潘金莲 也不是诗代安描写的水浒传中 那个水性洋花的淫妇 而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大家闺秀 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 在真实的历史上 武松和武大郎并没有什么联系 唯一相同的就是 他们都姓武 如果按照水浒传中所说 武松是北宋末年人士 而武大郎却生活在永乐年间 他们之间足足隔了270多年 所以他们怎么可能成为亲兄弟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小说与现实生活中的武大郎 形象反差那么大 其实在青河县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至今 河北省青河县挖出武大郎墓葬 墓室被打开之后 专家韩磊称 我们足足冤枉了武大郎和潘金莲夫妇600多年 就连施奈安的后人都亲自出面道歉 那么为什么小说与现实相差这么多呢 当时武大郎有一个同盟兄弟叫做黄唐 由于从小家里十分贫困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黄唐帮助了他 后来武大郎凭借自己的努力 做了七品县令 家道中落的蒙兄弟黄唐 却因为一场意外的大火失去了住处 便不远远离跑到辽城前去投奔武大郎 二人毕竟是败把子兄弟 凭借多年的感情 本来是想让武大郎给他谋个一官半职的 但是让黄唐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在这里好酒好肉住了一个多月 只是刚刚来的时候见了武大郎一面 这也让黄唐感到十分气愤 直接写下告别信 回了清河县 在回去的路上 黄唐是越想越气愤 他就开始贴丑话关于武大郎的传单 还在传单上面大肆贬低武大郎 说他并不是做官的 而是在辽城买哨饼 把武大郎丑话得一文不值 当黄唐回到家里以后 直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原本被大火焚烧过的房子 居然又被重新盖起了一座大宅院 黄唐原本以为是他在去辽城的一个多月里 媳妇跟别人跑了 房子也卖给了别人 正当那感觉十分绝望的时候 他的妻子从宅院里出来了 问黄唐为什么不进家门 黄唐一脸懵逼的看着妻子 咱们家不是被大火烧干净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最后黄唐的妻子说道 这是你武大郎兄弟 给我们重新盖的房子 黄唐听后非常激怒 口吐鲜血 直接晕倒了 知道真相的黄唐这才明白 原来是自己错怪了武大郎 回顾时来的黄唐 立马原路返回 把之前贴的传单全部撕毁 可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俗话说的好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黄唐瞅化武大郎的形象 已经被传遍大街小巷 后来这个事件就传到了施乃安那里 因为当时施乃安正好在编写水浒传 于是突然就来了灵感 把武大郎写进了水浒传中 之后也是被诗人广为流传 本来一个一米八多的帅小伙 经过传言在水浒传中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位三寸丁的诸如 而潘金莲则是直接变成了荡妇 在施乃安描写的水浒传中 有关于武大郎武松 潘金莲西门庆之间的恩怨情仇桥段 可谓是最精彩的高潮情节之一 在施乃安的笔下 相隔二百七十多年的武松和武大郎 变成了亲兄弟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年纪大的武松反倒成为了弟弟 年纪小的武大郎却成为了哥哥 一米八的大官人成了身高不足一米的诸如 身份也从堂堂一线之主 变成了卖烧饼的老百姓 而出身大家闺秀的潘金莲却成为了毒害丈夫 与人偷情的荡妇 百年之后 施乃安的直系后人代表他的祖先 亲自赶到清河县武家和潘家深表歉意 并且还写下了一首表达歉意的诗 杜撰水浒施乃安 武潘无端蒙缠冤 武之此理断公案 施家献债施性还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装机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